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建筑业的飞速发展 高罪事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高罪闯伤严重 死亡率高 容易引发争议 当出现疑似的高空坠落死亡 法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我们需要判断地面上的死者 是否发生了高罪 如果确认发生了高罪 那么死者是否是死于高罪 最后还要分析 高罪的原因是什么 是意外 自杀还是他杀 为了解决上述疑难问题 法医首先需要进行 细致的现场勘察 与其他类型的死亡案件相比 高罪命案的现场 范围大 空间广 我们勘验时 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避免遗漏 一起高罪命案 至少包括三部分的现场 坏落中点 坏落起点和二者之间的路线 坏落空间 坏落中点是发现尸体的地点 容易确认 我们首先进行看验 我们需要观察尸体的体位 现场的血迹分布 重点是要看尸体所出位置 地面的状况 例如地面是否平整 地面上的凸起 能否形成尸体相应部位 特殊的损伤 与坏落中点相比 查找坏落起点 具有一定难度 因为理论上 尸体上方空间内的任何地点 均可能成为坏落起点 我们需要通过查证 死者的足迹 指纹 血迹等信息 来锁定坏落起点 并进一步观察 足迹 指纹 所在的位置 分析死者的坏落方式 也就是判断是 自杀 意外 还是他杀坏落 自杀坏落案件中 在坏落起点 通常会发现 起跳位置的 死者踩踏证据 确定了坏落起点和终点 两点间的区域 即为坏落空间 坏落空间的勘验工作 危险而繁琐 但却是高坏案件中 必不可少的勘验环节 因为在死者的坏落路线上 任何的空间障碍物 均可能与死者接触 并形成独特的损伤 甚至是致命的损伤 而这些损伤 是坏落终点 地面 无法解释的 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 法医最重要的工作 仍然是尸体的检验 我们需要通过 细致的解剖 来观察死者的损伤特征 进一步确定高坏 高坏属于高能量的 创伤类型 死者的损伤数量多 程度重 往往会呈现 外部损伤轻 内部损伤重的特点 死者是否具备 上述损伤特点 需要法医通过 细致的解剖来呈现 在尸体检验中 我们如果发现了 高空坏落过程 无法解释的损伤 则有助于 借此推断案件性质 例如 发现了比较典型的 自杀割腕伤 这高度提示 可能是一起 自杀坏落案件 以上 我们简单介绍了 高空坏落死亡的 法医学检验要点 包括现场勘察 和尸体检验 下面我们自己尝试 归纳一下 在高坏死亡案件中 现场包括哪几个部分 各有什么特点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见